好 台湾民意基金会昨天公布了相关的民调 认为这个立法院长韩国瑜的好感度呢 是有来到45% 那么感情温度 感情温度是55.26度 好 基金会董事长游林龙说 这代表国人对于韩国瑜的观感呢 是正面的 韩国瑜现在重获了高人气 港媒指出说韩国瑜的仇患值降低了 最直接影响呢 这个高雄2026的选情 因为代表说呢 绿营可能就会失去黑韩这张牌 港媒认为说 首先呢 作为绿营大票仓的高雄 曾经在2018年 透过罢韩补选才赢回来 因此2026绝对不能再失守 再来呢 如果没有办法继续操作黑韩情绪 那选民就会回归理性啊 绿营的执政包袱 恐怕就会更加的沉重 看到立法院长韩国瑜 最近在立院折冲的表现 真的受到瞩目 那么民意呢 也看到了4成5的民众 对于韩国瑜是有好感 有2成3是反感的 感情温度来到了55.26度 前立委沈富雄就说 他觉得韩国瑜从谷底爬得非常漂亮 从现在爬起来 这是预期当中的 可能是韩国瑜达到某个顶点 因为这个顶点呢 民进党就会有警惕 而国民党内部潜在的敌人 也会看得很紧 对他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啦 好 看到呢 现在这个相关的民调 大家对于韩国瑜的好感度 似乎有大幅的增加 前立委这个郑立文 他说韩国瑜独特的个人魅力 以及他现在担任立法院长表现称职 加上呢 对于民进党各种的不讲理啊 抹黑攻击 他是用幽默不失风度的方式 来应对化解 这都是让韩国瑜的形象 大为加分的因素 韩国瑜呢 因为过去曾经掀起寒流 让民进党打得不知所措 而且在民进党的铁票区高雄 造成这种旋风式难以抵挡的当选 对于身经百战的民进党来讲 从来没有吃过这种败仗 所以他们还是心有余悸 还是挺忌惮的 不敢大意 即便这中间 韩国瑜曾经跌很大一跤 就是被罢免 最后高雄市长都没得当 不止总统没有当选 但是在沉寂之后 韩国瑜不但没有因此 而离开了政坛 反而因为这一次重回立法院 让人家有某种枯木逢春的感觉 他的个人的魅力 他在立法院院长上面的表现 然后他在面对来自于 大家不意外 绿营的各种鸡蛋里挑骨头 各种莫名其妙的刁难穿小鞋 他都能够这样子一一的回应 不失他作为一个真正政治暖男的 一贯政治风格 爱与包容等等的 我觉得这些都使得绿营选择他 来打他修理他 反而变成帮韩国瑜加分 那么韩国瑜特殊的这种 政治上面的展现 他个人的魅力 我觉得在此时刻 使得韩国瑜又再度成为 大家热议的政治人物 我认为也不奇怪 他对局上吻这种 我是